一走一扶 讲这个东西 很多人都要你全打过来 一扶,然后再紧走一扶 不可能的 因为我这两个手,我用一只手,你那手看 那手可能打不回,我这两个手一扶 我如果想起来,我当中想起过分 那真正的用一只手看 就是你全过来手,我走这个东西 掌上有功夫 啪一下过分,这一段 单手扶,不能双手给指他 两个手不管双手也是要持背 所以你这个手扶的同时 那个手一定要没进攻 扶,这叫什么防守 和进攻,一个同时 手上有功夫,走着 手上没功夫,你穿到哪里 都是可以的,或是上飞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逃 扶的同时按摩,它是很逃的 那我们这里讲,为什么 你进去的时候,最后一个关节 为什么是一导说 关节往这边一导,这个概念 这一扒的选手,出手不错 回手不勾,勾扎 我这个服务,这个进去的时候 什么是勾,勾 这叫做,看到吧 就是把你的手,这个手啊 进去的时候把你的手往后面一扒 断,就是我进去 同时按摩,我们要这个 所以这个地方一走的话 扣,伸手往下撑 那就是一定不要 学得太死了 全过来来走,全过来来 不要,两个手就走 一定做了一次,走 单手就扶,这个手同时进去 再一点走,这才是真正的 两个手就扶的话,每次再满 对啊,我们练武术 这个机器千万不要做什么 活人打死 什么时候活人打死 我这个手就扶,这叫活人 你是死人 因为你不会动满枝木头 对吧,真正 动你手的,我一扶,你肯定这个手要拿 所以我在这个手的同时 别两个手,单手就扶,这个手就挺进行 这个我们要练罗星 一定要注意 注意这些罗星 好